河北仓州是中国的武术之乡 标局自古有标不喊仓之说 意思是 凡过往仓州的标车 要收起标旗 悄悄过去 不能喊标号 以此表达对仓州武林人的敬意 初创地为河北省仓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的开门八级拳 源于清雍正之初 采仲家之长创成八级 300年来 孟村八级拳远拨日本 韩国 新加坡及欧美等 30亿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席恋人数达百万之中 近日 孟村八级拳第七代嫡系传人吴连芝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八级拳时常于清中正年间 在清中年间 苏诗无诚 进行别无 真经十座 强狂的勤别欲提 没有太极 没有八级拳 相较于太极拳的柔中求刚 连绵不断 八级拳则是刚中求柔 动静分明 孟村八级拳刚进 朴实迅猛 讲求实战 在打法上讲究大开大合 发力于脚跟 行于腰脊 灌手指尖 爆发力极强 由日本世家游戏公司制作的史上第一款3D格斗游戏 威压战事中 八级拳高手原刑就是吴连之 该游戏的风靡 为孟村八级拳的国际化打开了一扇窗 1984年突然下来的三位客人 有两个日本人 有一个河南人 也是无数家 那两个日本人 是个日本四家公司 我给那个日本人叫林牧玉先生 他说了很多东西 套路着实都说 后来林牧玉先生 可能领队11个人吧 啥次嘛 来蒙村 带着最好的录像机 摄像机 啥复地拍我和我儿子的视频 后来啊 我想日本去 在日本东京 他们给我的底子 还有我这个 身上挂上那个信号 根据这些东西 就拍了威尔战事 拍得我无胆 此外 通过举办巴基拳高峰论坛 国际展演交流大会等 孟村巴基拳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过去三四十年间 不限性别民族国籍 或出于对武术的热爱 或为了强身健体 或因为对东方武侠的向往 海内外前来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国内外设立 孟村巴基拳传习单位150多个 巴基拳在我们蒙村当地 有着广泛的群众接触 通过举办公益配音吧 这个巴基拳进校院 播种巴基拳文化 当地早已有了 上志成 下志祥 部分回合 部分庄 提起巴基拳一家亲 这一家里巴基拳已融入了 孟村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当中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前段时间 孟村巴基拳第九代传承人吴浩 率弟子赴法属玻利尼西亚 进行文化交流 为当地民众演练巴基拳全泻 展示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我们巴基拳弟子 包括我在内 经常受到外国人的邀请 去传播巴基拳 我们想用巴基拳 要成为一个和平死者 也是文化的一种俗处 巴基拳在08年 已经被定为国家建议 最不是文化遗产 在这一切 也被定为十岛优秀传承自己 我们更应该努力 把巴基拳发展广场 把它推向世界 把中国的文化 推向世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